垃圾真的是让人忍无可忍 彰化室清洁队特别添过了360度 太阳能移动式声控监视器 拍下了不少民众乱丢垃圾的瞬间 甚至还发现有一处空地 被丢弃了台北某医院的病例资料 以及医疗废弃物 一辆小货车深夜停在路边 一个人忙着丢垃圾 另一人在车后把风 丢完后立即离开现场 巡线调查这台小货车 居然还远从新竹到彰化 跑了一百多公里来丢垃圾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结果全被监视器拍下来 吃上罚单 还有一辆休旅车 同样趁着半夜无人 将垃圾弃至路边 经调查也是远从路港 跑到彰化室来丢垃圾 同样开罚 另外彰化分原巷的一处空地 被丢弃一大堆垃圾 甚至还引发火警 更夸张的是 这些垃圾当中 甚至有来自台北医院的医疗废弃物 里面疑似还有会议记录 和病例个资 看到针筒 听诊器 还有点滴包 还有一些个资的 医院的资料 台北的东西 栽在我们彰化来这边乱丢 并没有这些个资的讯息 那至于这些厂商的 后续的处理没有完整 那相关的单位也在侦办中 为了揪出这些乱丢垃圾的 不法之徒 彰化市清洁队 启用三百六十度太阳能移动式 声控监视器 至今抓到四十六件违法案件 每件都开罚六千元 总共罚了超过二十七万元 若是弃之失业废弃物 罚还更可能高达三百万元 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记得订阅中文报道